这集节目感谢Tree中心化应用Math Network赞助播出 Math Network是帮助使用者从Web2过渡到Web3的桥梁 只要在浏览器上安装Math Network并连接小狐狸钱包 它就能将你的脸书、Instagram或推特升级成Web3的入口网站 最近我就将自己的Instagram和推特头像换成钱包里的NFT 乍看之下它只是一张普通图片 但如果你有Math Network就能看见隐藏的验证标记 现在你不用花钱加入推特付费服务 也不用等待Instagram支援NFT 只要点击节目叙述栏位中的下载连结 就能在熟悉的社群平台中加入Web3新功能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 那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啊 区块市一个礼拜会出刊三封的email给付费的会员 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podcast 那另外两封我们讨论什么呢 最近我们讨论这个Instagram整合NFT 为10亿人打造的数位展监 这是最近比较新的新闻 但是因为最近DeFi有更多大的新闻 所以这个新闻就被盖下去了 那他在讨论的其实是 如果大家有在用脸书 有在用Instagram的话 接下来你就会在这个 你的这个页面上面看到NFT 那这其实就是Meta这间公司 他们开始把这个NFT 渐渐的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 但是大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大概半年前 或者是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Twitter他们也有开放使用者 把他们自己的NFT 秀在自己的社交页面上面 然后把它当成自己的大头贴 然后上面他会帮你加一个认证标记 就会变成一个六角形的符号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Instagram又在抄别人了 因为他们之前有很多不良记录嘛 就有时候会抄人家的直播 抄人家的短影音 然后抄人家的现实动态 现在又开始抄NFT 有的人会这么觉得 但我在这篇文章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是这样 Instagram在整合NFT的内容 其实跟这个推特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他给的版位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讨论说 到底Instagram在整合NFT 跟推特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他们对于这个NFT的想象 有哪里不同 这是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呢 我们在讨论的是 UST引发币圈海啸 报价机失灵 以太币稳定币脱钩 与补偿措施 这其实就是最近的 刚刚说的这个大新闻啦 把很多的新闻都压下去喔 大家本来觉得说 一个稳定币理论上 应该就是1比1 然后锚定美元嘛 那上面又有什么20%的利率 然后我之前在区块市的文章 有写过就是Anchor Protocol 20%的年利率 大家都觉得很吸引人 于是就纷纷把自己的手上的新台币 换成美元稳定币 然后再丢进去 赚20%的年利率的利息 但是谁也没想到 就是说你想要赚它的利息 结果本金不见了 这样子喔 所以本来UST是这个全球市值 第三大的美元稳定币 仅次于USDT USDC 可能在两个礼拜之前 它还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面目全非这样了 之前区块市有写过一篇文章 在讨论说 USD它到底是怎么崩盘下来的 那这篇文章在讨论是说 它这个崩盘下 有点像是这个地震一样 如果是大地震的话 引发海啸 那所以不只有震央会受灾 其实周边的小岛啦 其他的地方 可能很远的地方 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篇文章在讨论的 有点像是用空拍机的角度 来带大家看 到底UST它对其他的币圈生态 即便你已经跑到其他的链 其他的加密货币 其他的应用 但是你还是会受灾 为什么 在这篇文章我们就会讨论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讨论的话呢 欢迎到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 趋势的市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 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也是要讨论 刚刚的这个UST 就是它是一个稳定币 理论上应该是要稳定币 然后绝大多数人就觉得说 它1比1 但是它一系之间崩盘 那其实我在之前几个月的时间 就有看到其中一位这个 之前就已经来过 区块市的来宾了 就是Xrex的创办人Wayne 他就已经在讨论说 这个算法稳定币 好像有一点风险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他有发了很多贴文 也在天下上面 写了很多的文章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Wayne 来跟我们讨论稳定币 然后跟这个UST的生态 那我们先请Wayne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 明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Xrex的共同创办人 兼CEO 那Xrex是一家合规的 创接法币 跟加密货币的一间交易所 我们主要的营运的区域 是以新市场为主 游戏是以印度为主 很大一块呢 我们在服务这个印度的 跨境的贸易商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 研究稳定币 他们常常 第一次接触到加密货币呢 就是接触到稳定币 就是像很多现在的 各位可能你们第一次接触 这个区块链 是透过NFT 那他们的第一次接触 通常都是先从这个稳定币开始 因为稳定币提供 他们很好的美金的流通性 当然我们也上架一些 大盘的主流的加密货币 让大家投资买卖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家交易所 所以上一集在邀请这个Wen来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Wen讲了非常多的故事 就是例如说在这种跨境支付 有的人是用这个咖啡豆来当成现金 对对对 那这是大家在台湾生活 是比较难以想象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视野扩大到 新兴市场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竟然是常态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 那稳定币是 他们可以用来做交易 或做贸易的其中一种工具 那Wen现在持有哪些稳定币 我这边的话呢 我使用的比较多的都是 USDC、USDT还有DAI 其中最多的是USDT 大家在今天之前啦 就是可能就会知道说 有稳定币 但是未必那么多人知道说 稳定币其实有很多种 而且它背后的稳定机制 各有不同 对不对 那你之所以会持有USDT比较多 因为网路上面 最近有很多的讨论 包含USDC 大家会说 这个就是可能是 后面有很多的美金的储备 那USDT好像也是 那到底你会怎么去分别说 USDT、USDC跟DAI 你是因为觉得说 USDT特别的安全 还是怎么样 才会持有它比较多 那其他的USDT跟DAI 又是有什么不同 是 我觉得看这个稳定币 很多人说 这些稳定币的发行商 好像在做美国央行做的事情 那美国央行会不会有意见 好像大家都在印钱 这样子 其实从美国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主管机关 对于目前稳定币的看法 还有对接下来监管的框架的看法 大部分是把它当一个支付工具来看 然后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很正确的 从去年11月美国财政部联合了这个美国的OCC货币管制局 就有点像台湾的今晚会 然后联合了这个FDIC 就是承保所有美国这个联邦银行后面的这个单位 他们共同撰写了一份可以当作是一份草案 针对稳定币的一个草案 它叫做一个研究报告 然后呢 今年拜登签署了针对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Executive Order 要怎么样来监管加密货币 那么今年4月份呢 美国财政部次长也针对这一份的稳定币报告呢 做了在参中医院院会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听证 还有辩论答辩 那从这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出来 美国目前官方 他看稳定币的发行商 对他们来说监管不是太困难 那他就很像一个支付单位 那为什么我说 你又不是央行 你为什么可以印钱 为什么不是这个观点 其实我们看一个稳定币 比如说USDC 他跟美国的一个PayPal 或者台湾的一个悠游卡 或者一个LinePay 接口支付其实差别并不大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悠游卡里面 除值的点数啊 这不叫台币啊 这叫悠游卡点数 他跟台币是一比一挂钩的 那么跟你放在银行的台币 有些许的不同 悠游卡他背后 一定是把他的钱放在 某家银行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台币的存款 我们也是放在某家 那假设我台币存在富邦银行 我的风险有两个 就是万一富邦银行倒闭 我的台币可能就领不出来了 或者台湾的央行倒闭了 那我的钱也就没有价值了 我这两个风险 我把我的钱放在悠游卡里面呢 我多了一层风险 就是前面两层风险还是一样的 央行如果倒闭 或者悠游卡后面放钱的银行 如果倒闭 我的钱就没了 可是我多了一层风险是 如果悠游卡本身倒闭 那我的钱也是没有了 所以我放在悠游卡里面的钱 其实不用想成是台币 它就是悠游卡点数 同理我放在 接口支付里面的钱 叫接口点数 我放在Line Pay里面的钱 叫Line点数 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那为什么我们把钱 放在这一些支付工具里面呢 那就是因为 比如说以悠游卡来说 因为全台湾的Seven 还有全家都接受悠游卡 做解映也方便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很多 所以在方便性的考量之下 虽然我知道我的风险多了一层 可是因为它方便 所以呢 我就会放一些钱 在里面 我会买一些它的点数 其实那个 可以想成是钱 也可以想成它就是点数 我买了一些悠游卡的点数 然后呢 我每天祷告悠游卡 不要倒闭 然后呢 那我就可以换取很多的方便性 其实稳定币厂商的 硅管的框架 主管机关看他们 就非常像这个 支付厂商是一样的意思 我觉得刚刚问的这一段 就是让我想起之前在写 央行在出一些报告的时候 他们在说 数位新台币到底是什么角色 它跟这个银行存款 跟大家在Line里面的 这个存款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会从 一个比较更技术一点的观点 就是说从债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 你存在Line里面的这些钱 它是Line欠使用者的债 对对对 对 然后如果你存在银行的话 那就是银行欠你的债 对 然后如果你持有的现金的话 那是中央银行欠你的债 就是国家欠你的债 没错 那所以 大家以前好像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欠小钱的话 是你怕债主 那如果你欠大钱的话 是债主怕你 这样子 对对对 那所以你持有不同的债 你就要去回头看说 那这个债主 他欠你债嘛 那所以你就想说 那这一个Line 他会不会倒闭 如果他倒闭的话 他欠我的债 他就还不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银行啦 央行都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就用这个债的角度 那你看 今天悠游卡发给了 使用者多少的债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意思是说 我知道我的卡里 存了多少的点数 可是我不知道 全台湾所有的悠游卡里面 到底存了多少的点数 为什么呢 因为悠游卡 它是一个中央化的资料库 悠游卡本身知道 但是使用者不容易知道 我也不知道 每天有多少人 用悠游卡 总共消费了多少钱等等 可是稳定币 同样当做一个支付工具 来看的话呢 不一样的是 他把他的账单 放在区块链上面 所以他所有欠的债 我们可以在区块链上面 看得到 比如说最近 你看每个人都在看 USDT 被人家一直提领 提领了70亿 然后现在快要80亿了 那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然后拼命地讨论 因为他的账本是公开的 那可是有一天 如果大家 不再用悠游卡了 我们不再存钱进去了 或者说大家拼命用悠游卡 越存越多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是我觉得稳定币厂商 身为一个支付工具 它跟传统厂商最大的差别 它的透明度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刚刚问 用支付厂商 或者支付企业的这种角度 来看稳定币的发行商 就蛮能够解释很多不同的事情 举例来说 你现在在使用 例如说交易所 或者是DeFi 或者是NFT 他们就有点像是 那你拿着悠游卡 去搭公车 搭捷运 然后日常的买卡马咖啡 等等的 那就是不同的一个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而已 对 那所以大家去把钱换成USDC 无论你是从这个交易所里面去 从新台币买成USDC 买成USDT 那其实有点像是你去Seven 去把你的现金对悠游卡出值 然后存进去而已 对 那于是你想要图的是什么方便呢 就是只有在这些场域 他们有可能只收USDC或USDT 但是他们不收新台币 这个当然就是在想办法类比 当然是有它的极限 就是说 例如说你要去搭公车 你要去投10块15块也是OK 就是你要用现金投也OK 但是大家会选择 比较方便的方式用悠游卡 那同样的方式在DeFi里面 它就更极端一点 它就不收现金 你没有办法 就是银行转账过 然后说我要存20%的利息 然后你用新台币收我 没有办法 它就是智能 所以大家必须要先除值 然后换成USDC USDT美元稳定币 然后再放进去 这个比喻很好 就像大陆的司机也都不收现金 如果你没有WeChat 对我们再回头来看 你之所以会想要持有比较多的USDT 如果用你刚刚的这个比喻来看 是因为它的使用场景比较多 应该说我们使用的场景里面 比较多人使用它 这样子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 Currency的使用场景 中文 因为中文都讲说货币 可是讲货币 容易把Commodity Money 跟Currency搞混 那我不知道货币中文怎么讲 那我们就讲说Currency 或者货币好了 但大家知道英文是Currency 其实Currency的运营 Currency谁在运营 每个央行都在运营自己的Currency 对不对 那现在稳定币发言商 也在运营自己的Currency Currency要运营的好 你就是要有很坚固的 很刚需的这个应用场景 以美元来说的话呢 你看美国从2008年 脂肪带风暴 它就不断的QE 到这次疫情 它也是QE QE完先去救它的股市 对不对 反正全世界帮我 背这个痛膨的压力 然后我先救我国内的经济 可是为什么美元 仍然不容易被取代呢 因为它长期以来 用它的国家的经济力 武力 实力 去创造了很多美元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 比如说原油全球的交换 它就是要你们这些中东国家 原油一定要透过美元做交换 美元做这个清算交割 美元计价 像那个时候 科威特一讲说 我要欧元 我要人民币计价 马上战争就打起来 所以这个它守得很紧 然后呢 全世界的期货啦 很多的债啦 各方面 它基本上用它的国力 逼使这些金融市场呢 一定要用美元计价以及美元清算交割 不然它就要制裁你 这个就为美元创造出很强的应用场景 那为什么我手上要有美元 因为我买石油 或者我买这些期货 我买什么 它就只能美元交割 那USDT在这一方面 也很厉害 各位可以看到 USDT跟USDC USDC的发行量可能500多亿 USDT的发行量700多到800多亿 其实USDC一直在逼近USDT 可是以CoinMarketCap来说的话 USDT的交易量是USDC的10倍左右 那USDT长期以来为自己布局 两大的应用场景 是我感受很深的 第一个就是在加密货币市场的交易方面 如果你要大额的交易 你需要好的价差 你需要深的这个深度 USDC目前不太有办法 大额的交易 比较深的这个交易部 都是USDT的交易部 那所以像我们本身在处理比较大额的交易 还是走USDT 尤其是这个OTC的交易 那再来一个是新兴市场呢 他们很需要美元的流通性 所以他有两个管道 因为本国呢 央行里面本身就没有美元了 所以他跟国内银行是换不到美元的 所以一条路呢 就是他们都在境外注册有 这个香港的公司 杜拜的公司 新加坡的公司 从这些境外的公司跟境外的银行呢 去获取美元 另外一个就是透过这个美元稳定币 那你可以发现在新兴国家 清一色全部USDT 没有第二个 你再怎么跟他说 USDT比较安全 比较合规 他是完全不相信这个品牌 这样子 对 所以以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 我们刚好就是在印度 在中东 在非洲 这些国家 在东南亚 我们帮他们透过美元稳定币 来取得美元的流通性方面呢 大家都是相信这个USDT这个品牌 然后你要找这个换汇的流通性的话 USDT就只有他一家 其实USDT基本上没有流通性 刚刚在Wayne在讲说 你看这个在交易市场上面 USDT它的流通性会比USDT还要好 一个很简单 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 一定会碰到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一笔新台币 要拿去买USDT 那如果你的金额可能大一点 你可能是一个 这个口袋很深的人啦 那你就要注意的是说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个几千万 然后要一次 例如说透过台湾的交易所买进去 那你就会担心说 那现在看起来报价是29台币 对一美元 你如果一次买光的话 它可能会涨到三十几去这样子 那所以你肯定不会希望 越买越贵嘛 所以你会希望说 最好全部都是保证在29这边 那如果流通性比较差的话 那你有可能就会买越贵 例如说你用台币直接买USDC 那可能买到这三十几 三十五区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流通性比较好的话 你有可能29.5 那就已经全部帮你消化完了 这就是一个大家日常生活中 你在买卖 反过来卖的话 你会希望现在价格就是全部卖掉 那但是如果它的流通性比较差的话 它有可能会一路29 28 27 26 25 卖到20都有可能 那你就亏大了 对 那所以这是一个刚刚为你在说流通性的场景 那现在如果是USDT跟USDC 它们就比较不像是刚刚我们在说 美元人民币 虽然它们都是国家发行的 那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得出 它们两个差异 但是USDT跟USDC 对大家日常在讨论的 请进来说都会说 美元稳定币 所以就会比较难分辨说 那谁的场景比较多 但是其实在这个交易市场上面 USDT它的流通性是比较好 而且这个用途会比较广 对 在交易上面 然后我们常也稍微会提到 这个USDT的风险 问我们的客户 但是我们的客户 他们觉得说 他们拿USDT就不过一两天 他们就换成美元 所以这一两天 他觉得 这公司这么多年了 也都很稳 所以他们不会特别的担心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协议里面 大家常常需要有储备的时候 比如说去中心化的这个美元稳定币 DAI MakerDAO这个组织 它发行的DAI 它目前的储备呢 有超过一半就是USDC 所以讲到储备的时候呢 大家要放长久的 大家要 真的要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时候 大家就会用USDC 所以 你可以看到说 每一款 这个美元稳定币 他们的应用场景会很不一样 这个就跟LINE跟接口跟Yoyo卡 应用场景不一样 是一样的 懂 所以你在Yoyo卡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想要搭捷运的时候 你就会存那个搭捷运搭公车的钱 对 但是你放在LINE接口 你可能是用来付这种餐费 或者是什么的 它的用途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 那我们回到这一个UST的主题来 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美元稳定币 那在过去这半年 甚至一年以来 有一个美元稳定币 一直这个市值一直往上冲 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UST 那或者它的全名叫做Terra USD 所以大家简称叫做UST 两个礼拜之前 它是全球市值第三大的美元稳定币 那但是它的背后的运作机制 看起来是跟USTT跟USTC完全不一样 要不要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到底UST第一个是 为什么它会成长得这么快 然后第二个是说 那它怎么长上来的 它怎么跌下来的 我们先讲UST的成长 我们再来讲 它跟其他美元稳定币有什么不一样 Terra Luna这一个区块链的生态系 它里面主打的其中一个应用 就是它创造出来的这个UST 也可以说当初是为了去建构一个 不一样的美元稳定币 而去打造一条链出来 那它成长得快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Terra Luna在早期呢 他们有这个电商的背景 所以它一下子创造出很多的电商 愿意跟他们有合作 愿意收他们的 无论是韩元稳定币 或者美元稳定币的支付 那这个新闻呢 让圈子很惊喜很支持 因为这个稳定币 跟实体经济的接轨 还没有那么损 那么他们这两位创办人 因为有之前电商的深厚的关系 所以一下子可以创造 不论是这个钱包厂商啊 或者说大的电商平台 可以收他们的这个稳定币 作为支付工具 是大家觉得额目以心的 而且大家觉得区块链要落地 这是非常好的应用 这样 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支持度 是从这边来的 那么他们也很会建立社群 所以一下子呢 引起起来了以后 这个LUNA也涨了很多 所以大家就会 越来越关注这个生态系 可是你看到后来 他们的成长呢 主要是靠他们推了这个Anchor Anchor是一个职压协议 然后他给的这个年化非常的高 大概都是18%到20%左右 那这么高的年化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美元稳定币的成长 原因就不一样 动能就不一样 原本大家是觉得 看好你的应用场景 所以开始在尝试着用你 可是等到他推出了 Anchor职压以后呢 变成大部分的人 去买他的美元稳定币 UST 都是因为要拿去职压 所以他在他崩盘的前夕 总共有180亿左右的发行量 其中有超过110亿 是职压在Anchor里面的 不流通的死钱 那当然他的设计是他 可以崩盘这么快的原因 可是有两个原因加速了 他崩盘的时间点 我认为 第一个就是Anchor的出现 造成大家拼命的买UST去职压 造成了UST的市值成长得非常的快 可是成长出来 铸造出来的这么多的UST 都是死钱 大家没有在用它 大家只是把它压在Anchor里面 所以虽然创造了这么大的市值的成长 可是没有创造实际上的应用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风险因子 就是UST的发行量一下成长得这么大 可是应用场景没有创造出来 所以这个钱全部都被压到Anchor去 外面呢 流通性 流动性还是很低 所以你要UST去换买卖比特币 或者UST跟其他的美元稳定币做交换 流通性一直没有成长 那再加上UST的市值成长的速度呢 似乎要超过LUNA成长的速度 因为它背后的支撑是靠它的原生的LUNA币 这样子加成下去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危险因子的出现 那又很不幸的 过去几个月刚好 加密货币市场要从这个牛市转熊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出场 出场了以后很自然的 大家想说要放哪里呢 放稳定币啊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做法 那马上就会注意到 稳定币的这个年化都很低 只有这个UST的年化特别高 18到20% 所以又加速了这个 扭转熊也加速了大家去买更多的UST 放进去质量 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就 就造成了它 一下子其实它的风险大增 我觉得刚刚前面我们在讨论 USDT USDC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悠游卡 用接口支付 用LINE来比喻 大家就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说什么叫做好的稳定币 或者是什么叫做好的 这种电子支付的工具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的使用场景 有没有足够的多 那我们刚刚前面 这个WEN也有说 就是例如说这个美元 如果这个中东 他们要石油要交割 光是他想要从美元改成人民币 改成欧元 就要揍你了 就是就要开始打仗了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应用场景 要去巩固它是有多困难 反过来说 当然你也要想办法去开发 那刚刚这个WEN有在讲 这个UST它的成长的历程 它比较像是说 从大家看到这两个创办人 他们过去有这个 在韩国营运电商的经验 他们肯定很知道稳定币 或者是说 如果是电子现金的话 那就要变成它好跟不好 很重要的一个场景 就是它有没有足够多的 使用场景 去使用这些稳定币 所以当初大家会去 觉得说UST不错 我也看了很多新闻 大家都说 你看UST它可以在 韩国的很多的电商 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他们的钱包 可以怎么支付 虽然我自己没有使用过啦 但是我觉得说 好像蛮厉害的 因为至少你说 你现在要拿USTT或USDC 大家是没有人质疑说 USTT、USDC没有价格 要不然大家可以 欢迎这斗内给区块市 但是你实际上要拿USTT、USDC 去日常生活中消费的时候 在台湾哪一个商店 要收这个东西 其实很难啦 就是极少数的商店 才愿意收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反过来 凸显UST的优势 哇 那他们厉害到 可以让这些 南韩的电商 都愿意直接收UST 看起来是蛮厉害的 这是从刚刚我们前面 Wayne在讲说 那稳定币怎么分类 然后怎么这样好 怎么叫做不好的时候 大家自然就会觉得说 那UST它是一个 不错的稳定币 但是刚刚在讲的时候 就会说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在于牛市转熊市 一部分当然是 Anchor Protocol出来 那Anchor Protocol 其实也不是才刚出来 什么几个月啦 它也出来了 好一段时间 可能一年 两年的时间了 那只是在之前 牛市的时候 大家都就是说 什么20% 我现在买比特币 All in比特币 然后明天就20%了这样 那所以他不会觉得说 这种稳定币的收益怎么样 所以UST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概也都是这样 稳稳的慢慢上去 然后也没有 忽然爆很多钱出来 直到大概去年的 10月 11月 12月的时候 这个币价 有时候跌下来 有时候涨回去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 我是不是要把一些钱 放到这些比较稳定的地方 收益率最高在哪里 Anchor Protocol 放一点UST Anchor Protocol又只收UST 你没有办法放USDT 放USDC过去 它有点像这个美国 你强制说 这个你交易就只能用美元 这样子 所以 那Anchor Protocol 才会带起很多人会去把现在手上的这个美元 无论它可能本来是USDT 换成USDC 换成UST 就是为了想要去赚那20% 对 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 这个原因 它其实本来也就存在了 大家会说 那为什么现在忽然就 以前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啊 现在怎么忽然就有问题了 很重要 刚刚Wench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牛市转熊市 大家开始想说 那我从这个币圈里面撤资出来的 从比特币 以太币撤出来的钱 放哪里 还能够维持高的利率 UST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开始放很多钱 那大家实际上现在去看 Anchor Protocol这个网站 它有一个dashboard 你会看到说 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他们里面的存款 是直线上升 就是直涨不跌 然后就是这样 一直上去 然后有时候这斜率还特别 这斜这样 就是你会发现说 很多人一直把钱 一直塞进去 一直塞进去 对 你可以把它想 这可能是一个气球 然后它可能就是 很快的灌风进去 完全是 那大家灌风进去 它就膨胀得很快 压力很大 那于是中间有一段时间 大家在讨论说 Anchor Protocol 是这样真的能支撑吗 它后面到底是 有多少的 什么样的机制 一直在支撑 它发出20% 区块市之前 有写过文章 在讨论说 那它也是用 这个杠杆抵押 等等的 然后来支撑这个钱 但是 其实这个钱 还不够 所以之前 也有写过文章说 Anchor Protocol 已经百日破产倒数了 那所以中间 还有bell out 就是 这个Terra 他们还会再拨钱 拨几十亿 几百亿进去 补贴大家的20% 那基本上 想要维持这样的增速上去 那它跟Luna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 那每一次将UST上去 他们就会burn掉一些Luna 那大家知道说 这个流通性 只要比供给量少 但是市场需求不变 价格就会上去 所以UST的市值上去 越来越多人在使用UST 最主要原因 想要赚那个Anchor 20%的利率 但是Luna的价格 同样也会跟着上去 就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那它也带动了一些需求 那所以它价格 两个一起上去 所以在可能几个月之前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路 社群上面看得到 很多人在讨论说 我又持有Luna 然后持有Luna 保护了 然后怎么样 然后20% 好像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YouTuber 有很多的KL 都是在鼓励大家说 把钱放到Anchor就对了 20%有谁不赚 不赚真笨这样子 就是以前的这个 公教优惠利率 就是18%而已 这个有20% 你放这个 比去当公教人员退休 还要来得赚 那这是它成长的原因 因为我们user 有些也比较守家 他就一直希望说 我们能够他们 提供他们 这个DeFi的staking 就是说 从我们的交易所 可以直接stake到 一些DeFi protocol 那那个年代呢 我们内部也非常挣扎 因为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做 那个稳的protocol 我们现在有资源了 我们第一个资源的protocol 是compound 那compound 那个利率拿出来 不能看啊 同时又说 那做这干嘛呢 对不对 可是没有人敢上Anchor 我觉得那时候 有的人他会觉得 很看衰 然后或者是 那时候讲出说 Anchor它要破产 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现在讲大家 当然都觉得说 那谁会看不出来 还破产了 对不对 那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那时候 在写这种东西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一方面会听说 好像有点危险 但是一方面又会觉得说 但是它又稳定 你看它已经运作了 这么久了 然后背后 它好像也有一些 造写的机制 好像也不一定 真的有问题 同时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挣扎的过程 因为我自己之前 在写文章的时候 换成UST 然后放进去Anchor Protocol 所以我自己在讲 这个过程的时候 会觉得说 对我自己有挣扎过 说这到底20% 真的假的 然后我有听过 他们的这个podcast Anchor 他们自己在讲说 到底Anchor Protocol 这个20%是怎么来的 他们不是用一个 像Compound说 那市场的供给需求 供过于求 那利率就要下来 供不应求利率上去 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在podcast 里面就直接说 20%我们是 直接想说 那到底在 DeFi世界里面 多少的稳定币利率 是有吸引力的 我们就决定说 20% 先射箭再画法 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就说 那20% 所以我们接下来 想办法 达到20%的这个东西 那所以他们在 接下来设计后面的 这些造写的机制 所以大家 从这个逻辑里面 你会看到说 他跟Ave跟Compound 他们是不太一样的逻辑 但是在最近这两个礼拜 爆炸之前 大家也就说 那我知道 但是他好像也运行得好好的啊 然后你没看到 Twitter上面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新闻上面 很多有名 有钱 比你更有钱 比你更有名的人 都说 他们没问题啊 对对对 这个也是 Terra Luna 他们特别会建立 生态系跟社群 这个必须要说 这是他们很成功的地方 这个社群有个特色 就是说 你不太能讲它 他们会反驳得很用力 对 所以刚刚讲这一段的过程 主要是想要挣扎 是说 即便你曾经有觉得说 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是那时候的怪怪的 你其实没有办法站出来 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 而且很多人 很多人支持嘛 那你越多 这个是网络效应 你越多人买 就越多人支持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它 涨出来的原因啦 尤其大家都赚钱了 大家会反过来笑 说 哎你看 我们都已经赚完20%了 你还在那边酸 就是不要酸了 赶紧的 支援Anchor Protocol 把更多的钱放进来 对 但是大家 有时候也会在讨论 就是说 像去块市 在写文章的时候 通常在最后面 会写说 那它会有一个 死亡螺旋的问题 尤其 他们在经历 前面这个资金 大量的储备 不够用的时候 他们需要被纾困 那于是 他们那时候 就会讨论到 这其实有一个 死亡螺旋的问题 你虽然会赚它的20% 但是 如果它的这个气球 这样子一直涨上去 但是忽然 开始消风了 那那时候 有可能会有一个 死亡螺旋的情况发生 比如说 对于这种 算 演算法 稳定币 跟本来你在持有的这种 USDT USDC 它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在于说 它背后的机制 是完全不同的 USDT USDC 你刚刚说 它比较像是说 那一层放一层 这个电子支付机构 它把钱放在银行 银行把钱放在中央银行 所以这基本上 它有两层的风险 但是它还是有钱放在那边的 但是 USD它的背后机制 不太一样 对不对 其实稳定币 是被这个 Tether 就是泰达币 USDT 创造出来的 这样子 那么 第一代的稳定币 我们可以讲说 是中心化稳定币 那它就有 USDT USDC 这两家最大 那么有这个 Paxos 推出的 USDP 或者说它跟 币安合作的 BUSD 这些我认为 都是还蛮不错的 这个中心化稳定币 那 它们的运作原理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 它其实真的很像 悠悠卡 就是 它后面 有储备 那这个储备呢 大部分都是银行的存款 或者短期美债 那这边我要特别讲的 就是 美国财政部 他们有 他们的这个草案里面 有特别强调 需要提升美债的部位 因为 我发觉 币圈的朋友 常常都觉得 银行存款 是比较好的 但是 站在美国 主管机关的角度 银行存款 不是最高品质的储备 因为 当有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 银行是有 很有可能会挤兑的 那 他们会认为说 短期的美债 是更优质的 在金融风暴下流动性 更好的 这个储备 当然你会说 你会一直看到 那个美国财政部次长 梁在那边 说你们全部都要来买 美国财政部的这个美债 好像是说 你钱都给我们就对了 对不对 这样 但是 确实 短期美债的流动性 在金融风暴下 是会比 这个 银行存款的品质 可能再高一些 这样 那这些我们都说 现金或类现金 他们有这些储备 那 然后呢 如果他们是 确实是一比一的话 这个他们的运行呢 这一次的这个草案里面 财政部基本上有三点要求 财政部一直在强调 因为财政部发言说 在听证会上面的参众议员都指 都一直针对储备在问 可是财政部的观点是 足额储备之外 还有另外两点 非常重要 任何一点做不好 这一家稳定币厂商呢 很有可能就面临挤兑 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问题 那总共有三点 储备只是第一点 那储备我们就说 要高品质的 要短期美债 以及优质的银行的存款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 你在金融风暴下 你的运营的能力 如果一下子 你有100倍的挤兑 你有没有这么多人力 你的系统 是不是能够撑得住 因为不论你的储备 你多么的超额储备 都有所谓 你只要瞬间没有办法 把钱喷出去 市场就会恐慌 所以第二点 他非常强调的是 你的运营的能力 这样子 那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 USD其实他在这个一开始短暂脱购的时候 包含他们跟这个Jump Crypto 他们在运营上其实 有蛮多有改善的空间 不然的话 他们的储备 比特币的储备 其实是够的 很可惜 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可惜 这个就是运营的能力 那么第三个 主管机关要求的是 流动性 还有跟其他美元稳定币之间 厂商之间的互通性 他们不希望一间独大 或两间独大 这样子的系统性风险太大 他们所谓的 concentration of power 因为当你一家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也没地方跑 然后你一家如果真的有问题 可能撼动到整个市场 所以呢 他们希望扶植多家 而且多家之间的流通性要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USDT跟USDC 你们互换的流动性 辞职要够深 互换的要够顺够深 这样 这是他们三点要求 我是觉得说 他们对于货币市场 非常的专业 正因为这三点 有一点做不好 那很有可能就造成系统恐慌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主管机关 他们在规管 这个金融市场的时候 很有他们的经验 从08年 那个时候 你看美国许多银行 一下子要政府打钱进去 去保他们 可是那个时候 你看他打钱的方式 也做得很细腻 他有像Wills Fargo 后来我们也知道说 Wills Fargo其实不需要钱 但是他打钱的方式呢 是每一家 都要把这钱吞下来 因为他不能让市场知道 哪一家需要钱 哪一家不需要钱 所以你们就只好 叫你们不需要钱的银行 也把它吞下来 这个就是其实 他很知道 怎么去控制 这个市场的信心 那这个稳定币也是一样 就他们的观点 这三点都要能够做得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Terra USD 就是UST 它跟这个USDC 之间的流动性是不够的 所以才会造成脱钩 也间接的后来影响到了 泰达B USDT一点点 因为泰达B 在大交易所里面的流动性 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 辞职可以再升一些 这一次就不会发生 连泰达B USDT都有短暂 很短暂的脱钩的情况发生 那第一代呢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说它后面是美元的储备 第二代就是我们 也是最成功的这个 第二代就进入到去中心化的年代 那么最具有代表性 也是最成功的就是Dai D-A-I 就是MakerDAO这个组织出的Dai Dai后面呢 是150%以上的超额抵押 那现在它可能超额抵押 大概160%左右 它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超额抵押是以太 那就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东西 它可以让 它有160%的以太在后面作为储备 然后呢你可以随时跟它换 不过在那个年代 它对价美元没有对的那么的紧密 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它后来采用一个机制就是 它的储备也开始收USDC 就是第一代的中心化的美元稳定币 它把中心化的美元稳定币 作为它的储备 然后这个储备很快的就超过一半 另外它做一个所谓PSM机制 Price Stability Module 这个币价稳定机制 币价稳定模组 就是你用一块钱的Dai 随时都可以跟它的协议 换出一块的USDC 这个是前年年底 去年年初上线的 上线了以后它的价格就 就对得非常稳了 其实它是在锚定USDC 它是在锚定USDC 这个是第二代的稳定币 就是去中心化的稳定币 它基本上是 都是用程式来做的 这中间比较少人为的操纵 人为的操作 然后原本是希望是 全部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是说我的储备直接就用以太 可是后来发觉 要对价对得很精准 还是没办法 所以现在暂时呢 现在的状况是超过一半 其实除备是USDC 不过至少是一个 整个在运营面 全部都用智能合约来达成 不太有手动操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 第二代的去中心化的美元 那从第二代算成功了以后呢 第三代就非常的多了 从这一次Terra Luna 它的创办人Dao Kwon Dao Kwon之前是这个Basis Cash 的这一个失败的 算是跑路的算法稳定币 到后来他做这个Terra Luna 其实我们以Terra Luna来看 UST来看 它背后是有支撑的 或者是有储备的 可以讲说有支撑的 这种算法稳定币 那当然就很有这个死亡螺旋的风险了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一般所谓的算法稳定币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说是第三代 第三代稳定币 它是去中心化的算法稳定币 大概是有这三代 我觉得刚刚这样子的叙述 我先蛮清楚了 我顺便帮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最一开始 USDT他们跳出来 Tether他们说 我们发行USDT 那是一个蛮飞跃性的突破 在那之前大家就是 你知道没有这种美元稳定币的时候 大家就是把比特币当成 是这种交易的媒介 就是说如果我要从台湾 汇钱到法国的话 那就要先买成比特币 然后汇过去之后 再把那边换成欧元这样 对 那后来USDT就是 它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 美元稳定币的这个传输的机制 但是后面大家一直在思考的是说 像Buy这样的东西出 我在想的是说 可不可以让这样的美元稳定币 不要这么的中性化 不是由一间公司来处理 除了这个之外 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大家的想法 有几个 第一个是 第一代的 比如说USDC 这就是Circle是发行商 USDT Tether是发行商 对不对 那第一个是 那这两个都是中性化的组织 那万一组织出问题怎么办 第二个 他们的储备还是放在银行 那你要知道 中本聪就是因为 2008年银行倒一片 所以他在10月31号 他终于把这白皮书丢出来 而且比特币上面的 链上面的 我记得是第一笔交易 上面就写雷曼怎么样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区块链被公布出来 这样子 所以区块链里面有很多的OG原老 是非常不相信银行的 对 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历史脉络 它其实是从中性化 想要慢慢的转到去中性化 中性化 像现在大家使用的USDT USDC 其实你看在这种 在币圈原住民的角度 会觉得说 那是不得已的决定 对 还是不成熟 就是如果有足够成熟 足够稳定的机制的话 大家可能会更想要 去中性化一点 对 那带它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尝试 对 他就会说 那不要抵押这个美元 抵押以太币 然后超额抵押 有点像是你银行一样 就是你抵押1000万的房子 然后让你可以借出 这个500万的贷款 你本来只要500万吗 那但是你抵押1000万 那所以这就是超额抵押一倍 那他们这边可能是 抵押超额抵押150% 然后或者是170%等等的 这个它就可以让 大家发行了一个新的 稳定币出来 然后让大家不一定 后面的储备不是 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银行的法定货币 这是带他们做出来的机制 但是中间 其实有发生过一些问题 就是之前区块市有写过 就是在这个链上拥堵的时候 他们要想办法去拍卖 这些储备的以太币 结果链上拥堵塞车 派不出去 然后就造成说 那带整个跌下来 那于是他们后来才想说 那只有一只脚站不稳 那所以多放几只脚 虽然引入这个USDC 法定货币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它有它的暂时的必要性 带原生的这种设计 去中心化的这种稳定 没有稳定的设计 如果说它没有引入USDC的话 其实没有一个政府可以阻挡它 会像以太这个链一样 你即使把Vitalic抓起来又怎么样 这个链会继续跑 MakerDell 它当时的目标之一也是这样 对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MakerDell里面 社群里面会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去中心化的稳定币 结果你现在把USDC弄进来 是什么意思 然后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大家最后的决定是说 那如果没有暂时把它弄进来 暂时当成一个过渡期的话 那代可能没有办法继续 这个稳定的运作下去 它的市场的接受度 可能就是有限 这是代第二代的这种 稳定币的尝试 那像UST 其实它想要做的是 在更进阶一点 其实过去 如果你有在看区块市 或者在看 这是加密货币的市场发展的话 你会发现说 有很多的叫做 演算法稳定币 他们已经 第一个不是用法定货币当成抵押 也不是用加密货币当成抵押 而是用演算法的机制 来锚定美元 它背后你可以说这是没有抵押 但是它没有抵押 不代表没有支撑 它的支撑是后面的那一套演算法 那支撑的来源 来自于他们发行的 LUNA币 这个UST 所以如果你说 那整个科技史的发展的话 它其实是在往前发展的 有的人会因为它暴跌 而说 你看这个庞氏片局 然后这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从这个科技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想办法要突破 但是它失败了 我同意 因为你看美元 现在没有人在问说 那你美元后面有多少黄金储备 对不对 那美元的支撑是什么 美元的支撑就是我的应用场景这么多 这样子 所以确实他们在这一方面 以金融史来说 下一步应该是类似这样子的 但是要达成非常的困难 对 所以在演算法稳定币 如果大家去Google的话 你就会发现前面就是 失衡遍野啦 就是前面有很多的这种 因为想要做演算法稳定币 而失败的例子 那像刚刚举到的这个Dukon 它的这个前面的project 叫做Basis Cash 它就是其中一个 那在这更之前 还有一个是Basis Basis Empty Set Dollar 对对对对 那所以都是很多不同 或者是你可能有试过 什么Fade Protocol啊 等等的 哇很多啦 Iron Finance 随便念都一大堆 然后全部都是 要嘛归零 要嘛现在就是没有人在用的 肺还活着 对对对 对对 所以前一阵子 被害了八千万美金 对 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 大家都想要尝 你可以说这是稳定币的圣杯啦 就是大家都想要 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没有保证 或者是说失败率很高 想要尝试 但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会掉下来 那这一次的Terra 它就是UST 它就是因为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死亡螺旋的问题 而掉下来 对 我觉得这中间很重要的是 你的支撑要是外部支撑多一些 这样子 因为你的支撑如果是靠你自己的生态 你自己的GDP 你自己的币 这一些去做支撑的话 可是 所以当你最需要的时候 最需要有一个支撑的时候 也就是说大家拼命的抛掉你的稳定币的时候 你最需要支撑的时候呢 你自己的支撑也是最弱的 所以这个支撑从外部来会比较好一点 怎么讲呢 比如说MakerDell 它为什么引入USDC USDC这个支撑就对整个币市来说是一个外部的支撑 当币市狂跌狂崩盘的时候 美元不会崩 所以USDC还是可以对价美元 对价得很好 对不对 可是它的另外一半的储备是以太 以太在币市狂崩的时候 它是跟着崩的 这样 所以这边你的支撑的这一些脚呢 要可以有很多外部支撑会比较稳一些 对 所以这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个 USD跟LUNA它的机制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机制 就是说当USD的市场需求增加的时候 那我们就铸造出一颗USD 然后同时烧毁一颗等值 当时美元一美元的LUNA币 那所以LUNA币有可能是0.00几颗 因为那时候LUNA币一颗甚至有高达100美元以上 所以那就是0.00几颗的LUNA币 这是单项的机制 反过来呢 它就是说如果USD它的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 那它要烧毁一颗USD 然后同时铸造出一颗等值于1美元的LUNA币 那在LUNA币币价超过1美元之前 大概也都是0.几颗或0.0几颗 那演算法稳定币后面所谓的演算法 其实就是就这样而已 对 那有的人会抓住这个后面没有任何的支撑 就是说你看这是庞氏骗局 其实我不认为是这样 它是一个新的机制 那这个机制在正面上去的时候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在缓缓下来的时候 理论上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忽然掉下来的时候 这个问题可能会特别的明显存在 我的看法是说 它不容易缓缓下来 因为它一旦下来就很容易滚雪球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要减少你的货币的流通量的时候呢 你就要大家把这个UST拿去给协议去烧掉 对不对 那烧掉它拿到了这个LUNA 那为什么大家愿意这样做呢 因为LUNA会有人要接 它LUNA卖得掉 所以你要想说 什么情况下 UST没有人要了 所以必须要烧掉 可是LUNA有人要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 因为LUNA所创造出来的应用都是很内生的 都是anchor 质押这些 它没有什么外部的需求 那为什么人家不要UST的会要LUNA 如果没有要LUNA 就变成死亡螺旋了 我蛮同意 就是说理论上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样上去 那这样下来 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有点像是实验室的数据 跟真实世界总是不太一样 对 你就会觉得说 那应该是这样慢慢换回来吧 它也有换回来机制 不是没有 所以你不会说它是庞氏骗局 你看完了之后就觉得说 那应该是这样子可以运作 其实不是只有大家这么觉得 有很有钱的像Jump Trading 他们在这个美股的这个交易市场里面 呼风唤雨啊 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金融领域是熟悉的不行 他们也觉得说这个没问题啊 所以你会觉得说 那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他们你见多是广的人也跟你说 这没问题 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说而已 他们放了好几亿美金进去 对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什么东西不诚实 人家讲话可能不诚实 但是钱是最诚实的啊 所以你就看他钱往哪里跑 那应该就是这样子 没错 所以他自己用钱投票 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没问题 直到Anchor Protocol 这一次的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于说 忽然有人开始要把这些UST换成USDC 当然我这边是从链上交易的记录来看 就是说就是有一笔钱 大笔的钱换回来了 当然背后有很多去补充他的context 就是说他的情境可能是这个华尔街狙击 可能是索罗斯狙击等等的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这没有办法考证 他比较像是乡野传说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他遇到了一个刚刚Wen在前面举的 就是说他有三个要点的 第二个就是说他要大量兑换的时候 你那个忽然爆发喷出去的那一个 量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时候 这就会造成市场恐慌 对 但他正常都会觉得说 美元就是1比1啊 那你突然跟我说1比0.95的时候 我就觉得哪里乖乖的少了5% 那你说UST跌下来 难道真的会有人去买LUNA 说那这时候是LUNA的好时候 他的情境好像不是那么的自然 所以刚刚Wen才会说 那这两个他们的相关性太高了 对 但是他前面还是可以有防线的 因为储备是最后一道防线 我讲说储备是最后一道防线 其实对于货币都是一样 就像是我们那时候旧台币垮了 换新台币 那新台币怎么起来的呢 就是当时我们央行的策略就是 让人民非常容易的换到换到黄金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新台币跟黄金是一样的 大家换久了就不想换 所以说储备在这种情况下 是你的最后一道防线 你一定要储备换得快 可是新台币今天我们不会去想说 他后面有没有黄金什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流动性够好 也就是说第一个 我要买我所有的东西 车子房子日用品什么 我都可以用新台币买 然后他又通膨的没有那么严重 连要换外币都很容易换 那我就不会想那么多啊 其实在货币市场学里面 一个好的货币需要达成这样子 就是其实大家不可以去想太多 想太多流动性就差 流动性就差了 对不对 这个是有一个那个 务贝尔奖得著 他是波兰的一个MIT的教授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论文 他是这个观点这样 那我是同意 就是他要有一个 symmetric的ignorance 就是要有对等的物资 大家都不去管 这后面是什么东西 我自己也很同意啊 我自己用这个 大家生活中的这种关系来比喻啊 就是说如果啊 你们是夫妻 然后哎 你们什么东西都要fact check 就是哦 你百分之百都要fact check 那你们的关系 恐怕不会好到那里去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们有 对等的物资 对对没错 你们各自保持着一些 朦胧美的时候 哎你们的关系会好起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好的货币 他认为就是 就像台币嘛 如果每一笔教都想说 台币后面有多少黄金 那台币就不会是个成功的货币 这样子 对 所以说啊 讲回来 Terra Luna在动用到他们的 这么大量的比特币储备之前啊 其实他还有很多的防线可以做 这个防线就是他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 今天Jump Trading 如果 他组建的 这个UST的这个 3Pool在curve上面 的这个池子 能够再深一些 或者说 他要组建这个 4Pool 他可以贷款去组建 4Pool 组好之后 再慢慢的从3Pool 抽资等等的 无论是Jump 或者是Terra Luna 手上的 手上的钱 都很大 很难攻击的 其实 就是说 这一次 说实在是蛮可惜的 我自己再帮大家补充一下 那时候发生什么时候 就是说 其实在这整个 他发生的背景 来自于说 在这个UST 他们有一个野心 Ducon 他自己说 我们觉得 DAI 应该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所以 首先他否定 第二代的 那种美元稳定币 然后接下来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 在去中心化金融市场里面 有一个交易所叫curve 那大家在那边 交易稳定币都是 那是去中心化金融里面 最深的这个流动性 而且交换 最稳定的一个资金池 对 那那边有一个资金池 是3Port 也就是说 USDT USDC 跟DAI 在这上面可以三个币 一比一 理论上一比一互换 对 但是呢 这个Ducon 他们就是说 我们没有 UST 接下来要成立一个 自己的Port 然后成为世界上 这去中心化金融市场里面 最大的Port 对 叫做四个Port 四个代币 然后他把DAI排出 对对对对对 哪四个呢 第一个是USDT USDC UST 还有Flex 对 这四个 那Flex跟UST 他们都是这个 比较属于算法稳定币 演算法稳定币 但是他 换句话说 他们也是认为 去中心化 这个是不错的 只是他们的路线跟DAI 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想到 这有点像同学 然后排挤 某一个同学 对对对 完全是 然后我们自己组小圈圈 然后我们说 我们到时候 要变成最大帮派 对对对对 对所以 他从大概2022年的3月左右 就开始说 那我们要做Fort Pool 然后要把DAI排出 对 然后他在Twitter上面 放话很多 那接下来 他们就是说 那最近开始要 筹组要开始成立Fort Pool 于是他就把一些UST 从这个Fort Pool里面抽出来 对 然后想要放到Fort Pool里面 结果就在这个最脆弱的时候 就有一笔钱 就会看说 啊我早知道 你要抽进来 抽出来之后 四分钟就发生 对 然后就会有一笔钱 不知道那笔钱 大家在链上记录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他拿一大堆的UST 就是去在这个 3Pool里面卖掉 对 那卖掉会造成什么呢 这资金石里面 他的资金供过于求 对 UST的价格就下来 对 那UST的价格下来 大家就会觉得说 怎么了 那因为他们其实之前 就已经把一些UST抽走 然后放在Fort Pool里面 所以他资金池的深度 比较浅一点 那所以这一笔钱进去 他的影响价格会更大 对 那他们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说 那想办法平衡 这个资金池里面的 供给跟需求 所以那很多钱进来 那他们再抽走一些 对 那所以就变成 整个资金池再更浅 对 这是第一次的攻击 对 大家就会说 哇那这个UST好像很危险 然后像这个攻击 为什么我脸书上 马上有发 因为他这个攻击 很有广告效应 因为我们大家都设了trigger 就是这个 在这个UST 3Pool这边呢 只要价格有一些变动 我们大家都会 就是手机会跳讯息 因为这个是大家 很关注的一个词子 因为大家对于UST 本来就有一点担心嘛 所以他这个攻击 我相信所有人手机的讯息 都跳了 就是哇完了 UST开始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像是 先打一个套蛋 然后你看到说 有可能会跌哦 然后接下来几天的时间 几个小时的时间 你会看到 在Anker里面的钱 开始被抽出来 大家就会觉得说 会跌 那我Anker里面是赚20% 是赚20% 但是是一年赚20% 但是如果这边给我跌5% 那我要分好几个月来赚回来 那所以大家开始慢慢的 就是想说 那从Anker里面抽钱出来 那抽钱出来就会变成 我们刚刚前面在讨论的 就是UST它的市值开始下降 那要支撑起来 就是LUNA的需求要上升 价格要撑起来 这样UST就不会有事 但问题是 最近币圈熊市 就是各种币都在跌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 UST跌 LUNA跌更多 然后大家看到 UST跌 正常持有LUNA的人 就会觉得说 除非他直压在这个链上 要不然他肯定会说 哇那完了 就是先卖LUNA再说 对 所以这整个 它就会形成一个死亡螺旋 对 这个死亡螺旋 也是因为UST 没有其他应用场景 对不对 所以直压 从Anker直压 撤出来的UST 没有人要 因为UST 没有被当作交易面来使用 对 所以这个就回到 就是说 你在一开始 但是他的这个运作机制 大家都会觉得 那正向上去 大家没什么问题 中间当然他成长很快 带起社群上很多的新闻报导 很多的讨论 但是 当他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会恐慌 恐慌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那我现在赶快卖掉 所以我自己 在那一段时间 我也是持有UST的 然后我就看到说 这跌下来 可怕可怕 赶快卖掉 所以我自己等于是 有点像是 在这个雪崩之前 先跑离开这个地方 那正好没有被崩到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因为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就放着 觉得说 美元稳定币 没什么问题 也没有特别深究 所以 那这次 他的这个亏损就很大 对 所以我们用简单的方式 花一点时间 然后来告诉大家说 UST 他跟这个过去的USDT 然后USDC 然后代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他中间 怎么被攻击的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其实 后来 Anker那些钱 抽走了之后 他当然就是 USD哪里用 就像刚刚Wayne说的 没地方用 当然是拿去交易所卖掉 卖成USDC 那所以他的价格再下来 他再下来 那就需要有人 补钱进去 那所以 大家在新闻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像Jump Trading 他们是这个 UST背后的这个大金主 他们手上 几十亿美金 就是买进去 就是USDC USDT 全部买进去就对了 那LUNA 他们自己也不是没有钱 他们有这个 LUNA Foundation Guard 那他们手上 也是有几十亿美金 那这个 这种资金规模 你要一般的 这种散户 要去跟他对抗 这就是只有包子打狗 就是你要 想要去把 UST打下来 他们手上的钱 比你更多 所以你的钱 都是直接被他们吃掉 那但是 因为他们在 这个资金池 在抽走 在搬的过程中 忽然有一个 弱点 陷出来 然后大家 抓紧那个时机 打下去 然后打下去之后 造成市场恐慌了 很可惜 其实你看 他们当时的储备买 比特币 我也是觉得 有商榷的空间 因为比特币 你最需要 你的储备的时候 一定是整个市场恐慌的时候 尤其你是市场里面 第三大 和稳定币 那你想想看 什么时候 你动用到你的储备 那个时候市场 一定超恐慌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比特币通常 很有可能 会跌的 你又要在这个时候 去卖你的比特币 会很吃力 这样子 所以那个储备 如果你把它放成是 USDC啦 都会比较好一些 我自己在这个 区块市的文章里面 有讨论 就是在Anchor 需要这个被 百日破产 然后需要被 这个纾困的时候 讨论到 就是说 其实Luna Foundation Guard 那时候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宣布说 我们接下来 要把一些Luna 换成是比特币 我个人是觉得支持 因为Luna跟USD 它本身的联动 太紧密了 但是相对之下 比特币跟USD的联动 比较少人 会因为USD跌 然后去卖比特币 那还是会有 就大盘整个币圈 跌下来的时候 那就像刚刚 我们前面说 如果你要避险的话 最好是两种资产 越不相关越好 对 就像刚代说 那代如果你这 以太币的 风跌怎么样 所以它需要 多几只脚 但是你买比特币 还是有一些风险 它不是说不好 但是它还不是最好 就它比Luna好一些了 对 它对Luna来说 是一个外生变数 但是对于整个币市来说 它还是内生的 对 对 所以最好的 可能又要是回到这个 例如说美元 你可以想象 就整个发展脉络 今天大家听到这边 就一定知道说 发展脉络底下 它绝对不可能去买 美元稳定币 它不可能去用USDC 要不然它就走回头路了 那所以它就坚持说 那我就要持有比特币 除非比特币归零 他们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话 但是事实证明 就是在这几天 其实在之前 大家不一定会觉得说 那真的有这么严重 也会觉得说 那他们持有比特币 而且他们钱这么多 大概没有人打得下它 那直到最近 无论是USD下来 然后Luna下来 然后他们要开始卖比特币 他们最近也公布 他们的储备 就是这个Luna Foundation Guard 他们在最巅峰的时候 持有8万多颗比特币 然后一直到后来 把这些比特币卖掉 最近币价下跌 USD跟Luna爆炸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卖比特币 然后想办法来补充这个储备 然后想办法把它撑起来 结果即便这么多钱 再加上刚刚说的 USD背后的金主Jump Trading 他们也花了好几亿美元 就是狂卖 然后想要把这个USD的币价 拉回一美元 但是他们即便加起来 有三四十亿美金 还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币价拉上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市场的恐慌的力量 有多大 然后这个比特币 它就是跌下来 所以他们当初在买的时候 是四万多一颗美元的比特币 但是现在要卖的时候 是三万多 甚至到两万多 对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整个就是一直一直下来 我想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就是说假设 Terra Luna这个组织 他们的储备放成USDC 有什么不好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USDC现在就是被大家 拿来当作储备 因为它最合规 它最稳 对不对 所以你看去中心化 第一大的这个 那现在可能是第三大 就是说全部加起来 是第三大 就是这个带 MakerDAO的这个带 它背后也有一半是USDC 那你干嘛呢 可是不是啊 每个货币有它的应用场景 我带有我的应用场景 那我的应用场景里面 大家不收USDC啊 对不对 但是我的储备 我拿USDC做储备啊 所以以后的稳定币 可不可以拿USDC做储备 我其实觉得很可以 甚至我觉得这样子 大家想象这样子 虽然我讲的比较夸张 USDT后面 你钱要放银行 还是你干脆拿USDC做储备 你会考虑用一部分 用USDC做储备啊 为什么 因为它跟你不竞争嘛 你在新银市场没有用它嘛 那但是你储备 如果它喷出来 它到时候你要提的时候 它喷的速度够快 你也可以考虑用它 对不对 那USDC后面 的储备是什么 银行存款跟美债 那等到美国有了 这个央行数位货币 那你美债的部分可以 USDC美债的部分可以 全部是美国的CBDC啊 对不对 央行数位货币 成为USDC的储备 USDC是在成为USDT的储备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的功能不一样 大家应用场景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今天 从最一开始 就最基础 到底什么稳定币 好或不好 不同的稳定币之间 有什么样的用途差异 一直到后面 我们来讨论说 也从这个稳定币的发展历史 是从中心化 去中心化 甚至是想要把整个这个法币 从稳定币里面丢掉 它是一个科技慢慢发展 往前的一个过程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那最近我们看到的USD 它是一个很经典 而且就是直接进入大家 它不是第一次发生 演算法稳定币爆炸 但是它是市值最大的 稳定币爆炸 那所以它受害的人 最多金额也最大 他们最近在讨论 就是说那接下来要怎么 用他们剩下 还有300多颗的比特币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些Luna Foundation Guard 持有的1亿美元 2亿美元等值的这些资产 拿来补偿给这些 因为USD下跌 而损失的受害者 所以你会发现说 他们已经在收尾 就是他们就会变成说 这个东西 大概已经救不回来 即便币价救得回来 也没有人敢用 所以这是一个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科技的 血淋淋的教训 就是大家会 其实这不是大家 如果你今天看到 觉得说USD它怎么会这样爆炸 甚至你自己有可能中间有损失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像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创投 或者是这个大的交易金融公司 他们也都在里面损失 好几十亿美元 那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料到 哇那他竟然崩下来 是这么的可怕 像我自己区块市在写 说那他会有死亡螺旋 写了好几遍 但是前两个礼拜 在这样子崩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真的会这样子崩下来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整个礼拜都会觉得说 哇这这 要是没有跑掉的话 那现在就是整个很可怕 所以这是一个你没有看到 你会觉得说 教科书上面是有写啦 但是当它直接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真的会这样子爆炸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时刻 然后也是大家有幸参与到这一个 如果你从这个历史的角度 当然如果你损失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比较难过 就是币圈总是会有这样的循环 尤其这样熊市 但是我相信USD不会是最后一个 会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但是也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然后这慢慢的科技 大家来尝试尝试尝试的时候 会发现说 那有更多其他的做法 那现在只是我们进展到这个阶段 但是如果把你时间拉长来看 它未来 它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历程碑而已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讨论 就是经历两个礼拜 如果你是甚至是 有的人最近可能还会去拔掉 就是逢低买进LUNA 或放空他等等的 那希望大家就是小心 就是因为这中间 有点像在失火 在逃窜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是人踩人 跑来跑去是没有办法预测 方向会从哪里走的 所以你有可能 就是你要在赌的时候 你会小心就是 前面有一个人从你那边踩下来 或者是天上东西掉下来 那就会造成你的受伤 所以这大家要小心 但是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然后还原 然后告诉大家说 稳定币是什么 然后最近这件事情 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让大家接下来 再看说 有不同的稳定币出现的时候 它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在问 你在讲说 那有三个不同的条件 来去看说 那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稳定币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好 我们今天的讨论 大概就到这边了 那如果你喜欢 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 欢迎你到这个 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们留言或评分 那我们今天谢谢Wen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稳定币 我觉得非常精彩 谢谢明恩 谢谢各位 好 那区块市 它是一个由付费订阅 来维持影运的 这个自媒体 那如果你喜欢 我们这些讨论 或是喜欢我们的文章的话 欢迎你到这个区块市 上面付费订阅 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 那就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